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适合在37度及pH等于8的环境中作用 且在pH小于5的环境下会被完全破坏 若某人吃下此种酵素 则此酵素在口腔、胃及小肠中的活性大小下列最合理 看到题目之后呢我们要找出这一题解题的关键概念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题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酵素 另外呢pH等于8这个pH是什么意思 会连带牵连到pH小于5的环境下会完全破坏 所以我们要知道pH值的意义 另外呢我们还要比较口腔、胃、小肠 这酵素在口腔、胃、小肠 活性是否有不一样 影响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这些概念 这个题目呢才能顺利的解答 二概念分析 科学呢如果要量化酸与碱的程度 会以pH值来代表酸碱性 大家可以注意pH值的写法呢 p是小写 h呢是大写 这个h呢就代表我们的氢离子 所以呢这个pH值呢应该是跟氢离子浓度有所关系 p呢就代表一个数学的记号 不过果中阶段我们就不涉及pH值的一个计算 那如果呢pH值越小 就代表呢我们的氢离子浓度越大就越多 就越偏向这个酸性 那如果pH值越大 就代表氢离子浓度越小 氢离子越少就越偏碱性 所以我们这个pH值主要是探讨氢离子的一个浓度 那我们可以综合底下的关系 把这个量化的数据给拿出来看 我们会说纯水或中性的溶液呢pH值等于7 所以同学注意 如果看到pH值等于7 就代表它是一个中性的环境 那小于7的呢6 5 4 3 2 1呢 只要pH值小于7的呢 我们就代表它是酸性的一个溶液 那凡是超过7的呢 8 9 10 11 12呢pH值大于7的环境下呢 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碱性的溶液 所以我们用pH值来量化 呈现我们酸性碱性的程度 这部分我们来介绍酵素 酵素又称为酶 成分为蛋白质 酵素可以协助体内代谢作用的催化 把催化想做成加速会比较容易 酵素可以加速体内代谢作用的进行 代谢作用是一个统称 又包含分解作用与合成作用 分解作用是将大分子转变为小分子的过程 合成作用呢 是将小分子结合为大分子的过程 人体的分解作用跟合成作用 都需要酵素的催化 能跟酵素反应的物质 我们称为受值 特定的酵素只能与特定的受值进行结合反应 这种特性称为专一性 以这个图为例 浅蓝色的酵素有一种特殊的构型 这种结构 它只能跟橘色的受值进行结合 紫色的分子就无法配对 无法产生反应 这种特性称为专一性 酵素通常叫什么名字 它就会跟那种物质进行反应 例如淀粉酶是一种酵素 它就只能跟淀粉这种受值进行反应 其他的养分 例如纤维素就无法跟淀粉酶产生作用 这种特性叫做专一性 因为酵素是由蛋白质组成 凡是能影响蛋白质的因素 都可以改变酵素的活性 活性两个字 可以把它想成酵素的能力 活泼的程度 越能力越好 越活泼的酵素 它能产生的反应就更迅速 能催化的反应就更多更快 那如果这酵素活性比较低 就想成它的能力比较低下 比较不活泼了 所以这个反应的速率就下降了 那例如温度跟酸碱值 都可以影响酵素的活性 以这张图为例 横坐标是温度 越往右边温度就越上升 重坐标是酵素的活性 越往上就代表酵素能力越好 越活泼 可以看到温度接近零度的时候 酵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活性的 随着温度的逐渐上升 酵素的活性也慢慢的在增加 当然不是无限制的增加 这个酵素呢 达到最高活性的温度是37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顶端对下来的这个环境 就是酵素最适合作用的环境 37度 那超过37度之后呢 我们酵素的活性呢就快速的下降 甚至永久的失去活性了 酸减值也是一样一旦酸减值超过酵素可以容忍的范围 酵素的活性就会降低 甚至永远失去活性 那永远失去活性 代表酵素与受值结合的这个部位 遭到破坏 不能再跟任何的受值进行作用跟反应了 所以就永远失去活性 以这张图为例 横坐标是酸减值 越靠圆点呢是呈现酸性 数值越大呈现这个减性 重坐标呢是酵素的活性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人体里面 胃里面的酵素呢 这个高峰对下来 它是比较喜欢在酸性的环境下产生作用 那绿色线段呢是拓异中的酵素 一样我们找到高峰 这个高峰对下来 它拓异中的酵素呢 比较喜欢在碱性的环境中来作用 紫色线段呢是小肠中的酵素 一样把高峰找到对下来 小肠中的酵素呢 小肠中的酵素呢 比较偏这个碱性 弱碱性的环境来作用 效果是最好的 经过我们刚才概念的介绍 我们回到试题来看 要如何解这个题目 那我们可以看到关键字 酵素已经知道 pH值也理解它的概念 口腔胃跟小肠这些消化到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都清楚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这种酵素它最适合在37度C跟pH值等于8的环境中来作用 那我们之前学到pH值等于8是中性偏减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可以大概模拟出一个图 这个酵素呢 它最适合做的环境呢 pH值等于8 在这边 那随着pH值下降或升高 它的活性呢都会降低 那另外这个关键字呢 pH值小于5的环境下会被完全的破坏 酵素的构型如果完全的被破坏 就不能再参加任何的反应 所以我们在pH值等于5的时候呢 这个酵素呢 活性呢已经降到没有 完全没有活性了 所以这是我们模拟出来的一个图 接下来我们要回想出口腔胃跟小肠 它们酸碱性的部分 因为这个酵素呢 它牵连到酸碱值影响到它的活性 那根据我们上面概念教过的口腔呢 它的pH值是中性偏酸 中性偏酸对过来这个酵素呢 还是有活性的 胃呢 pH值是强酸1到2 它1到2的话呢 我们对过来 这还已经小于5了 小于5的环境下 酵素会被完全的破坏 所以呢我们酵素完全被破坏 没有活性 那这个酵素呢 随着消化道从口腔到胃到小肠 小肠虽然是这个弱减性 大概在8或9 在这pH值8左右 照理说是应该是有活性的 但是呢 我们的酵素已经在胃里面完全的被破坏 随着消化道进入到小肠 虽然pH值回复到弱减 但酵素的结构已经完全破坏 无法恢复 所以呢 酵素的活性呢 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因此根据我们的这个解析 答案呢 就要选择这个C 因为呢 在口腔中 中性偏酸 酵素还是有活性 但是进到胃呢 是强酸的环境完全被破坏 在进到小肠之中呢 被破坏的酵素呢 就没办法复原 它是永远失去活性的 所以在小肠中也是没有活性 所以这是以上 这一题的一个解析 我会说Allah 这个解析 我会不会再滑 去 我会不会再滑 我会不会再滑 就当我回到猫尔 我也不会再滑 那就能复杂了